我跟露丛舟从小就是打下斗嘴的冤家 宠大了好 我却成了他整个中微微的金丝剑 多年未见 你进入的如此狼狈的境地吗 你是要跟他们走 还是做我的暖床使命 你好歹长得比后面那头猪好看 玄妮我不亏 当晚我就为这句话损出代价 这个狗男人还帮我当成 是 那个大众女神成敏敏 得不到神奖 送了你打了嘴了 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 现在不是他的青梅竹马 只是他房中对不起眼的视频 一个连妾都不如 因为尴尬的通话丫鬟 连脖子都瞧不起我 世子爷的长子 可不能从你一个通宝的肚皮里爬出来 你最好乖乖喝了这碗药 喜欢了他两年 再大的恩情也还完了 我准备跑路 从此江湖不见 哎呦我的世子爷 怎么一身就摔坏了脑子 这可怎么办呦 等等 弄从中这狗东西把脑子摔坏了 说不成他傻框的几箱银子 都对不起我这两年的忍辱负重 我叫宋燃 世子抚上身份低微的通宝丫鬟 弃我如我的主宰 一张摔坏了脑子 我趁机就终 但遗憾的是 他只是失忆 并不是摔傻了 你是谁 可能出现在你的房中 身份自是不一般 你说我会是谁呢 你穿戴普通 一看就低微低微 充其量也只是我的妾室吧 桑田哪 为什么不能让他把脑子摔傻 这也太难胡闹了吧 不行 还没碰到银子 我不能认输 是 我确实只是一个小小妾室 只不过如我这般出身 能嫁作世子爷的妾 实属高攀 你不要想想 为什么 你是什么出身 我是最沉之女 而且还是个数女 最沉的数女 恰我为妻 是高攀了 但我为何与你高攀的喜会 因为 你爱惨了我 替我更衣 我男人 失了一个窝窿一窝 你这般不情愿 可不像是我爱惨了的女人 我只喜欢温柔闲两名 你可不幸 你伤是为一 当仙长两 赏你了 这个是他从不离身的预配 不仅意义非凡 最重要的是 直前 冲着这个 我在这 你看起来 好像很兴奋 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 我能不开心吗 我对喜欢的女人 能这么吝啬 罢了 以后我会多送你一些东西 不过 看你表现 宋然 你怎么还待在这 你别忘了 你只是一个痛 别看你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敢对他这么说话 世子爷 罢了 你别为难嬷嬷了 我出身不 别人对我不尊 一定是自然的 宋然你 滚出去 扣半年月去 你也就趁着世子爷失忆才能狐假虎威 等他恢复记忆 你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只要他失忆一日 嬷嬷你啊 就得对我恭恭敬敬 不然 我就给他吹枕边风 让他把嬷嬷 买了 小剑梯子你赶着 失忆的陆丛丛丛对我太好了 一感往日解显的作风 少了我过少这些玩意 他带我出门玩 融入他的圈子 这是从前都不敢想的事 丛丛 没想到你后这一口啊 瞧这也还不错嘛 虽然不能跟成 人家现在如胶似漆的 你可别杀风景 我知道 他们是拿我和成明明比了 成明明 是陆从舟抱着我入眠时 也会呼唤的新上人 什么东西掉了 是从舟的发誓 我下去了 宋然 你是我的女人 做这种事怎么也轮不到你 手滑了 你 下去给爷捡起来 我好歹是你房里的人吧 让我下去捡不合适 而且天气寒凉 水太冰了 宋然 我把你带回来 可不是让你来当主子 想清无的 发什么单 没什么 只是想起点事 现在的她 跟过去就像是两个人 成姑娘 成姑娘来了 今儿运气不错啊 跟明明女生偶遇了 明明 这个名字怎么如此熟悉 我这失了意的夫婿 一听到白月光的名字 立刻就出发南海深处的记忆 可见她还成米米爱得很深沉 难得跟女神碰面 从中你不去的话 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你适陪 西域来的葡萄不错 尝尝 不跟她们去看看 你希望我去啊 成米米是心中的第一花魁 又是个青卦 为人青龙如幽兰仙子 生人物尽 连王孙贵族到的她面前 太一去而不见 这份冷熬更显独特 惹得陆从中从此伤了心 陆世子 我家小姐邀你永远赏花 想随陆走吧 不好意思 陆某身边已有要紧之人 没空陪闲杂人的 陆从中 既如此 陆世子以后 别再到燕雨楼找我们小姐了 等你恢复期 肠子也得毁清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们回去吧 就算世子爷要杀了老奴 老奴也要说 你心心念念的人 一直都是燕雨楼的冥冥姑娘 从来不是什么宋人 你是被这前辈给糊弄了呀 你骗我 世子爷若不信 可到书房一看便知 抽屉里 你放了多少张燕雨楼的败帖 您对冥冥姑娘才是真爱呀 您就是被这偷然给骗了 好什么 莫非她说得实是实 我 收拾她 把这小剑蹄子打杀了才好 天 不许过来 要谁要管随你便 这么吓人干什么 本世子好歹也是皇室宗星 你敢骗我 可知是什么吓人 你骗我 顶替成蜜蜜 冒充我的心上人 是不是你看上爷的美色 喜欢我 谁想你 那种人最適合我 你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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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你 身上 你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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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没空被你申请 你把两钞票 说出我们曾经的故事 我爹是尚书 我娘是她的通房丫鬟 地位不如切 下人也不尊重她 而我是通房生的孩子 便是家中所有姐妹当中 最卑贱的一个 日常被打骂 我并不服输 敢与底血叫板 便换来更多的毒胆 那天 陆从舟第一次踏走尚书府 所以我救了你 说谎 你不是说钱归我了 我是失忆了 可没有失智 你拿假话躺刺我 还想要我的钱 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真话 好了 我说就是 不过是两条可怜虫 你觉得在这大动干戈 说无邪就是恶心 本事你都吃不下饭了 那时的我自卑敏感 自尊心发作 见不得她这副高高在上 是我们为蝼蚁的模样 于是故意狠心 你 我吃好歹的臭丫头 就这样 我跟她结怨 死后见面不是斗嘴对骂 就是当街掐架 直到后来尚书府贪污获罪 族人获斩首获流放 我虽逃过一劫 却流浪在外 困顿时 亦曾与野狗抢尸 宋然 如今夜急于你安稳 富足的生活 你可欢喜 可 可心悦 我 怎么回事 突然这么受麻 你如是回答 这些 还有这些 通通是你的了 我喜欢的 我喜欢你的 理由 七年前我娘染上重病的时候 府上无人大礼 一个通房丫鬟死了 也不会有人在意 只有你借了我钱 虽然最后 没能救回我娘 但我就是从那时候 对你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谢谢你借我钱 我暂时还不上了 这个 是我自己绣的 送你了 原来就是那么早之前 我说完了 这些都是我的了吧 你真是掉进钱眼里了 这么多的宝贝 足够我下半生无忧了吧 果然 钱才是我的安全感 时机已到 等陆从舟去陪太子狩猎 便是我离开之时 怎么了 我只为何 头晕得厉害 身体乏力 最近几日食欲不振 等等 不会是 不可能 金母母一直给我喝鼻子汤 喝了整整一年了 或许跟地草就损坏 不可能又害死他 找个大夫瞧瞧吧 不知道的 还以为有身子了呢 瞧瞧 金母母 我原本念你是国公府的老人 多容忍你几分 而你却屡屡以下犯伤 今日 打石板子便逐出府去吧 哎呀 世子爷 老奴是看着您长大的呀 世子爷 您不能赶我走呀 近来天气炎热 容易食积气质 复证无事 姑娘多吃几天药就好 真的只是复证 不是别的原因吗 原来你这么希望怀上紫色 那我也不是不能满足你这个愿望 配配配 我才不是 世子爷 您给多了 这是李大夫英语的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财库的钥匙 库房里藏着千万家产 想不想要啊 想不想要啊 你别开玩笑了 如果你一直乖乖听话陪在我身边 虎爷开心 这钥匙也不是不能给你 我不要 我知道他迟早有一天会恢复记忆 他不仅会把心上人承明明取回来 而且会找我算账 说回我那一乡的名字 再带下去也长梦多 算了 我跟他直接救到这儿吧 站住 夫人 就是他 就是他害得老奴被打了板子丢出大气 搞一个虎媚祸主的贱臂 来人 把他抓起来 你教唆从舟 打了金某某十板子 这样把双倍还回来 三十板子如何 三十板子 你这是要我的命 如你这般下井胚子 一条性命 本夫人还拿不得了 来人 给我狠狠地打 夫人打死了 我不要紧 反正我腹中的孩儿也一兵去了 真是可惜了陆从舟 过了若冠之年 好不容易才有了此司 切丫 本夫人岂会被你三言两语 过弄过去 前几日陆从舟请大夫来时 金某某可是在场的呢 他说的可是真的 老奴当时在门外 听不见大夫说了什么 但见世子爷笑着 众手那大夫好献一切 哎呀 夫人当年费劲千辛 只剩了陆从舟一个弟子 此后便只能眼睁睁看着偏房旁支 给陆从舟生下众多兄弟 让陆从舟独自面对群狼环伺 假若陆从舟有了长子 地位便顾若亲他 他是需要长子 可长子之母 不该是你这般卑贱之人 国公夫人 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世子的长子 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出身 五百两 丢下孩子 你离开这里 一千两 果然是个有手段的 难怪他曾经飞你不去 宋然 你的野心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 区区一千两 就能让你丢了稀果去剪枝吗 跟爷在一起 保你一世荣华富贵 那你的话说的 就是一个终身饭瓢 可不比这一千两来的划算 你倒是心甘情愿被他利用 这小蹄子是个心狠人 你如此为他 他未必领情 陆从舟 我不想留在你身边 我不愿意像我娘那样做一个通房丫鬟 最后还无尊严地死去 我的人生只需要有钱和自由就足够了 谁说要你做通房丫鬟 本世子三输六聘 八台大叫迎你为正妻 怎么样 你疯了 回答我 我不喜欢你 为什么要嫁给你 我不喜欢你 为什么要嫁给你 为什么要嫁给你 你先前说过 七年前 我给予你医治元金时 你就对我动心了 是你亲口告诉我 你喜欢我 谁规定喜欢一个人就会一直喜欢下去 昨年日夜在他上折磨我 按着别人的名字将我当替身世 我喜欢你了 还有一碗碗关起我肚子里的鼻子疼 陆从舟 你凭什么身回 我会喜欢一个轻视我 以折磨我为乐的人 锁碎生死 无人在意你 我故事 你以为你说这些 我就会放你走 素人 怀着爷的孩子 你还妄想逃离 什么孩子 快 放下了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 成婚 你说真要娶他 污我脸面 我便没有你这个儿子 你再也不是国公府世子 求之不得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我们的新家 陆从舟 带你恢复记忆 你会后悔 坚然所作所为 为了一个你原本就亲世的女人 陪上家世前程 陆从舟 说实话 我挺害怕你恢复记忆以后 会恼羞成能把我杀了 怕什么 有没有种可能 我根本没有失忆 你 你 没有失忆 少激动 当心吓到孩子 你为什么装失忆 为什么喝了一年的 我还能有怨 有没有可能 那根本就不是 死汤 先前你身份敏感 是醉成家眷 身为宗室子弟 我不能学你 连纳为 都不行 只好将你收为 彼时 我尚且受制国公府 身边都是眼线 我只能装作轻视你 折入你 让他们以为 我只将你当成婉宫 还有 你入府半年 也日夜 就过 不见你 想来是自幼劳作 身体不见 便将我 辟子汤 换成了 补药 辟子汤换成补药 既瞒过母亲的眼线 又能调离你的身子 小话言求 你因为我信 我知你不信 也知你被蒙在鼓里 伤透了心 那一日 你收拾东西就要离开 我轰然无措 一时情急追了出去 不想跌了一跤 反倒让我想到一个法子 于是我故意让人放出话去 就说我摔傻了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会为了报复我 出气 你会继续留下来 信心 你看 我赌对了 不是吗 你既然这么了解我 那你应知道 我宋然最是在乎那该死的自尊心 你把我当他人替身 在行动室 叫唤别人的名字 你以为 我还能跟你成归于好 笨 你连自己的小名都忘了 你怎么还留着 这个 是我自己绣的 送你了 我叫的从来不是明明 而是明明 真是我娘给我起的小名 自他死后 再也没有人这样叫我 我一忘了 我还有这样一个小名 你忘记的是 我有一辈子把你接 是你千般道理万般道理 你舍了我 我可没消气 你也当初 就不该做那些混账 是 就算拿着为他好的气候 到底还是让他省心 我又是 大少爷的脾气和尊严 又怎做得来低声下气那回事 然然 吃点东西吧 我买了你喜欢吃的蜜汁鸡腿 香辣鸡鱼 我 我又忍能屈能伸 没有忘记自己的道理 真的 尘尘 天然 夜深了 你就醒醒好 让我进门睡觉吧 不好意思啊 我的床榻不容他人喊水 我可以打地铺 不行 你倒别出去吧 那我就在这守着你 直到你开门未知 昨天 爱就让你醒 等到的只是 冷决的流年 说了答切 别 只能将近一切 我陷入黑色的风 顺丝怎么能在外面临死 不可能 他不会有心情 或是江山观影的贵公子 不可能在我门前半见 我像时间 你像深夜 心里太似回忆梦念 你不会真在这守夜吧 然然 我去给你卖澡粪 陆总装 鹰夫蓄淋了一晚上的雨 含血入体 夫人当好生照顾她呀 陆总装 你故意使得苦肉鸡吧 不是苦肉鸡 我想到当初 我推你下湖里牢鱼派的伤 那湖水是不是也像昨夜的雨那么冰冷 陆陆总装 只有如今的感同伸手 才能理解你心中的部分 陆总装 我终于明白 我会解除你仍旧不肯原谅的理由 即使当时是作息给别人看 陆总装 保护你是真的 伤害你也是真的 莎莎 我欠你无数句道歉 真的对不起 既然你明知我很难释怀 就不许再比我接受你 莎莎 我会加倍的对你好 又慢慢岁月 等你释怀接受我的那天 不过 在此前你能不能不要推开我 我如今可是你的饭票 你 是不是又要把少爷身份来拿捏我 祖宗 我怎么敢呢 现在这个家里你最大我为想 只盼你能发发善心 让我留在你身边仔细刺耗 少动手动脚的 想留我身边还得看你表现 然然 我身子难受得厉害 大夫说 跟我什么事 我不敢 自作你也不可活 仙人成不起我 培养了十八年的继承人 如今为了一个尚不得抬命的通房 弃家族不顾 真是好得很 我收他所有私产 我看他失去家族的依靠 如何养女人 听说了吗 堂堂国公世子 为了一个通房 连家世前程都不要了 这女人哪 就是红颜祸水 前阵子听说世子脑袋摔傻了 看来传闻不假 好好的人变成傻子了 你们懂什么 我看陆世子就是世间罕见的痴情人 为了真爱可以突破层层阻碍 这才是好郎君呢 真爱能闹饭吃吗 我看他们离了富贵窝 这会儿不知道在哪个茅草屋啃树皮呢 没有住茅草屋 没有啃树皮 我自幼跟陆从舟认识 都没能了解他的全部 外人又怎知 这次很早以前就为独立门户做准备了 别以为你问我去了身份地位 我就会感动 我宋然可是个探墨虚荣 现前掩开的小人 为父若没有丰厚的储蓄 怎敢抢娶娘子嫁我为妻呢 这是财库钥匙 请娘子笑纳 那我就勉为其难 赞你这个扶须吧 你总觉得我高高在上 自持身份 你可知 为了彻底脱离家族 为了这一天 我愁谋了六亿 为什么要脱离家族啊 你这世子当的不是挺好的吗 每日吃香喝辣的 我是在乡下让乳母养大的 并不贪恋荣华富贵 我出生时身体孱弱 父亲以数事所言 向我送到乡下寄养 我的乳母 是个情谨温柔的人 她气弱 不抵我母亲的威压 她却又勇敢 在我被母亲责罚时 她会冲出来护着我 就像我娘一样 明明不敢得罪淑母 可看我被打 她偏死也要护着我 是啊 所以我第一次去上书府 见到你们母女相依的模样 我便下意识想要为你们解围 那你乳母 后来怎样了 我重回过宫府时 迟迟难以适应环境 母亲便认定 是乳母将我交费了 便将她的手脚打残 一时成绩 为了让乳母好过 我顺从家族严苛的交道 后来那根烫糊 被我母亲发现了 便以恶意 交坏主子的罪名 把她成了 然然 你说这样的家族 我怎会不想脱离呢 随着时间流逝 我的身子日进显怀 陆从舟跟太子告了几日假 想在家中照看我 被我拒绝了 家中农夫众多 而且都是细心的女孩子 你就不必回来挫挣闹了 别人都想要相公陪着 你一道好 把我往外推 你如今没有家事依靠 只凭太子亲眼 你更要抓住机会好好干才是 不然你拿什么资本留住我跟孩子 别忘了 我是个贪婚 冉冉说的每句话 我已负 遵命 这种冷的天 要早起真是太难为人了 咱们都爬到这个位置了 明明可以晚点来的 快别说了 小心让老陆听见 让他到东宫猜你一门 我真命苦啊 摊上这么卷的上司 不卷 他能这么快坐上那个位置吗 好极了 江南的水患问题 就这么迎刃而解了 从舟 姑给了你们十天的时间 你仅用两天 便给姑半妥了 你太让姑惊喜了 你放心 姑会禀报父皇 敬你一勾 对了 你想要什么赏资 再过一个月 臣的妻子就要临盆了 臣想办好差事 求得陛下赦免他最臣之女的身份 还他清白身 就只为这个 你不再想想别的赏赐 臣仅此一怨 传言果然不假 从舟 道真爱妻如命 但你愿望达成 做事也该劳逸结合 别太拼命了 臣有必须拼命的理由 若不努力加官进决 我夫人会跑 陆从舟 陆从舟升官的那一天 我临盆了 生了一对龙凤城翔 国公府闻讯而来 逼迫陆从舟携其而回归家族 行了 孩子都生了 他这儿媳妇 我再不满意 也只能捏着鼻子扔下了 你们赶快收拾收拾 随我回府 国公夫人 难为您来跑一趟 只不过 我们也有自己的家 就不好去别人家讨扰了 逆子 我都给你台阶下了 你还想怎么样 国公夫人都这把年纪了 还要找台阶来说事 想蹭我家夫君的官运 就直说嘛 给脸不要脸 没有家族的庇护 我倒有汉 你们还能风光到几时 在国公府的唱衰声中 我们的小家越来越好 在两个孩子四岁时 他终于当上了内阁第一人 而国公府缺乏良才 使徒黯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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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